十二星座中每个星座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谁都希望自己的性格可以去吸引他人。 但是你知道吗? 十二星座中有这三个星座,虽然他们的脾气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身边的人都愿意去容忍他们,只是因为他们长得太美了。 你是否也想了解究竟是哪三个星座,可以让人们无限的去包容他们的臭脾气?快来一起揭秘答案吧! 狮子座,狮子座的男生还是女生给人们的第一印象都是非常有气质的,也许你看他们常年摆着一张脸十分不开心,但实际他们对待自己在乎的人是非常温柔和善解人意的。 狮子座在十二星座中的颜值也是数一数二的,但狮子座的暴脾气也是十二星座中非常出名的,之所以人们一直都包容狮子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颜值非常好。 大部分的狮子座从小就是美人胚子,所以在发起脾气,那时候人们也多看这张脸几下,真的是让人羡慕到牙痒痒。 天秤座,天秤座是十二星座中颜值最高的一个,也许大家都觉得,天秤座给人的印象都是非常的好,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颜值高,所以给人们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 但是在他们生气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都是非常暴躁的,甚至很多人都觉得他们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都太伤害人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会和天秤座绝交或者是发脾气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星座的人实在长得太漂亮了,自己如果发脾气的话就显得更丑了。 双鱼座,双鱼座给十二星座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爱幻想。 其实这个星座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超好的打扮自己,虽然他们一直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内,但是他们也会一直和自己的爱人说很多甜言蜜语。 他们能够在生活中给人们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所以才发脾气的时候别人一想到曾给过自己阳光开朗和热情洋溢的一面,所以不愿意和双鱼座去有太多的计较。 虽然不是很欣赏,而且很喜欢双鱼座的,那很多人都会因为他们的颜值退让。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AO。